再來看 新八七一個國中心 在校訪宏臺市 早期全國家庭會長連名 就去教育部抗議 因此以後 不曾教師福德跟關卡 還是扳緩 對老師是一腳一手 因根本是沒辦法來關卡 也做生接手對年輕管護所出來 還是回去好好做生危機 因要求教育部跟上班 上班的部費 部費就應該檢討制度 天氣補充來自台灣北東南國地來 加州代表開桌日到部門後前抗議 說之前 先把國中核生在學校 讓人掛紅棍 不得希望案件 在在都表明是制度在出問題 其中現有的教師福德跟關卡核生犯法 已經關卡太過頭 帝書說老師百花百手 根本就不可以去檢查核生的事件 綁手綁腳 老師根本不敢動 一動就被投訴 所以造成現在學校基本上完全沒有辦法 去執行這個安全的一個檢查 來自廟列的政會長 吳晋榮領議員 這次實案的學生對校官所出來 就可以直接回去學校 累積的案件 恐怕是不是這個 也煩惱這個真正是 孩子去學校上課的微博團 就好像一個衛爆彈 目前在台灣存在的有多少這種衛爆彈 家長只能 只能放心的把我們的孩子送到校園呢 在中的家庭代表也為了不幸的國中學生來來的 雖然後也把抗議書直接給校部國教書的官官 校部是在強調已經在上官的標準流程 會讓教書可以安心來負責與關卡 研議訂定一個標準作業的流程 讓這個定義可以明確 讓整個流程會有一個學校可以依循的一個標準 全國家長學長聯盟共調 這次的事件對校部的官家政策 法務部的保護官司一直到地方政府的執行 家長的心臺是有一大堆的問題 想要問 也要求要追求資金也要上改善 向學生一個安全的上課環境 記者總要報道